今天我們要邀請黃同學和大家分享他學習音樂的故事 我們來先請黃同學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黃永煌 自曉對音樂就很感興趣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參加了管業隊 是喔 那是吹丹芒管 但是因為那時候學校的師姿 樂隊的師姿不好 所以說沒有確實的學把單紅館學好 到了我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比較穩定了 所以說我就在重拾樂器 再買了一把單紅館 請了家教老師來上課 那也上了大概六七年左右 那在這期間的話 因為都是一對一家教式的學習 所以說這個過程中 當然我覺得我請的四字是不錯 都是音樂系的學生來教我 所以說我學的也可能是有一些比較正統的音樂的樂理 還有一些吹奏的方式 但是這樣六七年下來吹 實在是越吹是越感覺越孤單 因為都是一個人 到底我吹怎麼樣 其實我都不知道 喔 後來因為家庭的關係 所以就停了 那但是我對音樂的興趣仍然存在 嗯嗯嗯嗯 那我就在想 那我除了單紅館之外 有什麼樂器啊 可以讓我脫離孤獨 可以有更多人來跟更多人一起演奏 然後享受團練這種方式 那因為我也經常去聽音樂會 那我覺得像音樂會這種 比較多人的吹奏的話 對我來講應該是比較適合的 嗯嗯 那讀作的話那實在太孤單了 而且那個太專業性 以我們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並不是在追求很高什麼音樂成就 我們只是想在生活上 讓他增加更多的樂趣 嗯嗯嗯 所以說後來我就發現 這個目前薩克斯瓮算是比較風行 比較普遍的樂器 所以說我就想辦法來參加這個 買了樂器 然後來吹奏薩克斯瓮 嗯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就近啊 參加了這個住家附近的社區大學的 薩克斯瓮班 嗯嗯嗯 那這個班主要 我發現薩克斯瓮 社區大學的薩克斯瓮班 大部分都是以吹卡拉OK為準 那卡拉OK的吹奏方式的話 大部分就是 手吊 那所以說他轉為手吊以後就沒有升降符號 曲子來講的話 一共有十二個大吊 加十二個小吊 一共就有二十二個吊 就要學習二十四種的詞法 對 那雖然是卡拉OK的譜都比較簡單 但是中間可能還是會有變 變調的 變調的地方 對 你臨時要變調二十四種裡面 除了你自己在吹的主調一個曲子之外 有另外二十三種你要熟悉 隨時在這種中間 你要從二十三種裡面 再找一個來變作來吹 對 很不容易的事情 對啊 所以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之前 當晚晚的學習當中學到的 用五線譜來 可以 只要記住 這樂器裡面的升降的部位在哪裡 就可以遠坐所有的曲子 我覺得這樣反而相對簡單 所以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學習方式 那另外卡拉OK的那種 社會中吹奏法的話 他都把身樣記號都已經改掉了 所以說就變成很單純 那很單純 你只要 記住朵雷米花說的這種執法 就是天下無敵 但是天下無敵的方式就是說 你都沒辦法超越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就不會進步 雖然我們是躍移的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從當中 的進步 超越自我 這個是我想在學習東西之上的一個 自我的一個享受 能夠超越自我 然後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感受 所以說我後來我就不上了 就尋尋覓覓 找到這個小鄧老師 那小鄧老師的教學方式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好處 他基本上還是會用很基礎的 正統的音樂學習方式來教導 就是也是以五線譜為主 以手調為輔 我們可以學習到正統的一些樂性 還有他曲調等等 那尤其是在音樂裡面 吹奏過程中很重要的 像音階的準確度 要節拍的變化 還有強弱的變化 重點是簡單的音樂 你這裡面掌握好 他還是會變成很動聽的曲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 馬猶猶的大提琴的演奏 他有 我看過他有好幾個 演奏很簡單的曲子 但是你感受就是不一樣 那我可以舉例 他巴哈的聖母宋 還有Danny Boy這首曲子 那是很經典的短曲子 但是在他手裡拉出來 就不一樣 聽起來感受就不一樣 大事就是大事 這個就是 我們學習音樂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也發現 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很多同學 一聽到要看五線譜 那就是 就打退堂鼓 沒有打退堂鼓的 打退堂鼓的是很多 大概九七八成有 但是 有的是 頭頂冒煙 但是我是覺得 這確實是 看五線譜 因為我們教育的問題 所以說一般人都沒有學好 那我生長的過程中 我 就讀的學校 比較遵守規定 像我都 音樂課啊 很多學校都把音樂課 很反射 所以說 其實 如果 你看到我今天講的 我要講的就是鼓勵大家 不要畏懼 你看久了 你就會習慣 習慣用你的自然而然的 你自然就 看到那個 那個五線譜 你就會把它轉變成下意識的是一個符號 按你的手就會按到哪裡去 這個在鋼琴譜 大家看那個鋼琴彈奏者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們要雙手兩個同時按鍵再按 那尤其是都不同的 他們最後是變成反射作用 他看到那個 斗牙在哪個位置 他就知道他手要碰觸鋼琴鍵 哪一個鋼琴鍵 所以說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想 這 不要畏懼 那你 如果能夠 這樣子來學習的話 那你才能真正享受到音樂的 他的一個 對我們 可以產生美好的一個享受 我也覺得 雖然我們是樂儀的 但是在練習過程中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所進步 有所進步 就要學習比較正統的方式 他才有進步的空間 嗯 那卡拉OK那個 可能 那種教法 會成功的 機率是 比較低啦 他可能也是很低 就還是有人會成功啊 對 但是那種 那種成功可能很小 大家可以去好好看看 他們的一個 吹奏的一個方式 可以研究一下 雖然我們是樂儀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下一點苦工 才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雖然是樂儀的 希望從當中獲得一些樂趣 但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我們種花 那我們把種子 當然希望它開很漂亮的花出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去澆水啊 然後要去下肥料啊 或把它周圍的草除掉啊 那這種情形下 你的花才會長得漂亮 這個澆水 絲肥還有除草 這就是我們所下的公屋 這才有美麗的花 我們催液器也是一樣 天下道理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 沒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吃什麼午餐 你就要準備什麼樣的菜 我是覺得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學習過程中 我建議喔 就是不要貪圖這個簡單啊 就純粹去寫卡拉OK 只有寫卡拉OK那種催法 我覺得這樣太可惜了 會浪費很多時間 那也沒辦法上得了台面喔 那我們如果能夠有 一起去寫一些 比較正統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吹奏各樣的曲子 我們可以有機會上台 來正式的正式表演 這樣也增加了我們的 一個學習上的樂趣 那尤其是我們在小鄧老師 這邊學習的話 那我們除了基本樂理 那我們也有卡拉OK這種課程 但是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就相舞相成 會讓卡拉OK這個吹得更漂亮 更好聽 那我們也可以再吹一些 比較複雜的歌曲 那這樣子的話 有機會我們也可以上來表演 展示我們學習的成果 這就是我們進步的地方 這樣的學習環境啊 我覺得我享受 享受了學習的快樂 還有音樂的後悟性 這是我的簡單的一個感想 我覺得是一個興趣 然後他發現 來來回回在這邊轉的話 他大概可以在那邊蹭多久 那主要是看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有沒有好的一個判斷力 我覺得師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地方啊 那你能夠找到好的老師 好的教學方式 會讓你的學習進程啊 圖威猛進 當然這樣要配上自己 也下一些功夫啦 像我剛才講的 沒有白癡的午餐 要進步就是要花功夫下去學 下去練習 其實大家都沒有想到說 這是一個才藝啦 就是說玩 就是玩跟才藝其實 玩其實它裡面是才藝 所以才藝是需要下功夫的 我覺得啊 這個學習是在能夠超越自己的 那如果我今天能夠進步一點 我覺得我就有今天就有說過 那每天或是每個禮拜 我進步一些進步一些 其實日期夜累的話 就會有一些感受 我想那一門深入 萬法皆通 這是很簡單 大家可能都常聽過 但是沒辦法感受 因為你到處跑 到處拜碼頭 結果你都是換 都是學到表面的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那所以說你要確實去 我覺得學習者 確實要去找好老師 然後就好好的跟著老師 好好學習 那當然什麼叫好老師 這個我以我自己的能力 我也不太敢下定義 但是至少我在小鄧老師這邊 小鄧老師的音樂就是這邊 我學到正統的方式 我每天可以練習 然後技巧上面 他也會加導方法 要突破當然還是要自己去練習 但是總是有了一個解決之道 學習的一個正確的方式 那才有進步的可能 這個我是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流行歌曲之外 我們也吹一個 就是什麼都會 我們甚至還可以吹結識樂 對不對 那這種都是很不容易的 這兩個差異 視野會開過很多 對 你要打開音樂的這種飽和的話 你需要有這個正統音樂基礎 來作為基礎 才能達到這個境界吧 好今天謝謝這位同學 謝謝他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謝謝